早期屏农市重拦地区以种植丝瓜为主要产业 不过现在农田都变成了住宅区 曾经农村乐的景象已不复见 因此屏农市公所特别在古宗西巷一处民宅墙壁上 邀请壁画工作者以风靡全台的3D彩绘技术 画上巨型的丝瓜与农村景象 期盼能唤起市民回忆 在特殊的角度可以拍出拔丝瓜 撕开丝瓜以及蝴蝶停留在头上的有趣照片 市公所指出此彩绘墙的设计概念 是让大家能一眼认出丝瓜 然后再以突破的概念把丝瓜拿出来的感觉 让民众可以和丝瓜互动拍照留念 因为现在目前在台湾很多3D立体彩绘 会非常的夯 也深受民众的喜爱 所以我们希望把在丝瓜地区也有这样一个图案 能够让市民朋友就近 不用到外地就能在屏东市区 有这样一个图案可以欣赏 这是我们屏东市特有的丝瓜3D彩绘 那要重现50年前的这些丝瓜田园已经不再可能 所以我们把它画到墙壁上 从丝瓜公园的一项丝瓜棚 延伸到古松西巷来的3D彩绘丝瓜 它有各个角度可以拍出立体的 3D彩绘丝的效果 除了丝瓜3D彩绘墙 施工所也在重篮闹区 就派出所的墙面上 彩绘了丝瓜藤 令人眼睛为之一亮 希望能吸引更多人来认识属于重篮的故事 在重篮地区3处地方 就是包括现在这个地方 以及广新公园的建立站的围墙 还有在重篮昌理店的对面 这3处地方做一个彩绘 除了以丝瓜为主题的两面墙 因为重篮地区靠近屏东机场 早期这里有空军建设 所以施工所在广新公园周围 建立站的外墙上 特别彩绘了可爱的飞机图案 希望年长的居民看到飞机 能回归起一段段光阴的故事 也欢迎民众踊跃到重篮地区的彩绘墙 拍照留念 分享屏东新观光亮点 屏东新闻张如意刘建荣采访报道